孤单阿沙陪你娱乐半小人间 Never Wanna Let You Go Stay Tune On YouTube Channel Smart Travel Hello 大家好 Li Lai Kuen很久没见 卡卡增 多谢你 Amy Go 真的不再让你孤单 因为英国王妃失了钟之后 那么多阴谋论 现在突然被媒体找了三大可疑人物 就是和凯特的替身有关 大家进来帮我分享留言点赞和订阅 还有我有很多影片是播放清单的 你们可以由头追剧情 这个就是我自己创作的英国荣耀 家族荣耀变成英国王室荣耀 凯特王妃的照片自从几天前说 有个人坐在老母亲持着车 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 疑似是凯特 让大家重温一下 这个就是他平时驾车的样子 但当天就是他坐在他老母亲旁边的 别人拍到他 你说是不是他来的呢 法令就有少许是这里的 但是有似有不似的 你看到这个额头 但是很大妈的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刚刚去超市 买一些特价货 煮一些饼干 英国有只曲奇饼也挺好吃的 不知道是不是 哈哈哈哈 刚刚那些狗狗扁的样子 刚刚有折头 那我们继续看一下 现在他本人没有多少人相信 这个凯特就是他来的 前几天坐在司机位的那个 英国的媒体找出了三大位 和凯特神似的女性 先看看第一号选手 第一号选手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个人是叫什么名字呢 好我们看一下 像不像啊 你们觉得 你们可以打分的 第一位选手叫做Hell Hiley 他原先有自己的工作 他参加了这个苏山 斯科特的 莫特尔比赛之后 就出场费 暴障不少人都觉得 他和凯特有九分牙齿的 你们看一下 这个 有这样的发型 但是凯特的颜色 应该他再染少少深色的 另外他的嘴唇 牙齿方面你掩住 下半身是似的 下巴也似的 唯独是 这个女生的样子好像 年轻少少 但是你化妆 眼影方面 可能要近膀 做这个眼影 哈哈哈 做那个眼影 才行 那些是有点绿色的 哈哈哈 现在断了事 你要买买不到 告诉你 OK 哈哈哈 所以 哈利呢 哈利呢 她就把工作迟了 现在专门 模仿 凯特 为生的 原来她的职业就是模仿 凯特 而为了能够达到 以假乱真的程度 甚至她连着衣服 手袋 配件 鞋 全部一定要买 凯特 同款的 才可以的 只要仔细 这样看的话 你就会看到 其实 看不出究竟是有不同的地方的 即是说她扮得相当神似的 这一个 好了 另外第二号的选手了 再看一下第二号的选手叫Kristina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位第二位选手 你看看似不似呀 OK 我来看一下 他本身 原来他本身的职业 大家猜不猜到他的职业是什么 给你猜一下 我给10秒的时间猜一下 究竟他的职业是什么 Ladies and gentlemen 原来他是一位律师 OK 好了 他本身 他现在已经辞了自己工作 准备全职去模仿凯特 因为可能个人都觉得凯特应该不会回来的 现在先假扮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 为了模仿凯特而赚大钱 不过这个工作 他自己本身 连工都不回来 律师都不做了 只是模仿凯特的 这个 你说似不似呀 我觉得似的程度 就是一般般 他穿了 一件衣服 身形 Kate好像妙缪一点 你看看 他就这样看起来好像很瘦 但原来他拍在另一些女生 这个女生也算瘦 但他身材真的很健康 平时应该花很多时间做健身 身材均匀 高度他很高的 差不多接近六尺 所以梅根走过去叫他走过一遍 OK 胸方面 我觉得 都是他的身形 把字比较漂亮 OK 这个 看看第三个选手 Kristina是一位律师 第三位更加有意思 这个 你看看 第三位 原来这个也是Kristina 这个也是Kristina 刚才那位律师 OK 第三位 第三位 这个怎么会像 这个不像 真是 很难像 这个 这个是 卡米拉 这个头 应该是 卡米拉 有什么阴谋论 原来 第三位 这位 居然是 卡米拉的女士丛 专门 卡米拉 这个头 就是 卡米拉的 王冠 媒体称为了测试民众的反应 所以才把女士丛 假扮凯特出现 看一下Kristina本人的气质 很阳光大方 甚至 很张扬觉得 王妃很少找替身 难以复刻的气质 所以才令到这么多质疑 其实凯特也 真的挺惨 自小 他很健碩 嫁给威廉的童话故事里的灰姑娘 并没有那么平面的印象 在童话世界里的灰姑娘 是永远不会老的 一直在凯特的成长路上 想必然有自己的精彩 天使真是不如意的事 十常八九 太过执着 那些人究竟他去了哪里 根本 也有些人说 有传 威廉出轨 小三想上位 所以引发了后继 这么多事情发生的 凯特能不能够在七月正式复出呢 因为之前 就说六月八号的时候复工 但是早两天 第二天就已经 即刻cancel了 即cancel了 他阅兵 现在又说 不复兵役 现在他的身份 又说去到七月才可以 复出 所以现在他就成迷 但是英国皇室搞了这么多有趣的事 就是要被凯特的自传做宣传 他老公威廉的表提都很含糊 而凯特王妃的事越来越朴朔迷离 本来觉得 那些人乱说的 但是最近他发出了一张相片 知道这一系列真的感觉不是这么简单 OK 关键就是英国皇室居然 帮凯特王妃立传记 不知道是不是造势的 英国皇室 他是Robert Jobson Robert Jobson 是一个 主要是写皇室的传记作家 Catherine Catherine 即是Cate Catherine the Princess of Wales Biography 即是自传 Future Queen 不知道是不是帮他造势 因为他应该六七月出来的时候 会加冕的 这个 很重要 这一部传记就是 王室人员帮他立的 而且作者 他并不是凯特自己找回来的 而是王室的御用写手帮他写的 但是 大家可能会明白了 传记就是个人的生平回顾 才是写了活人的 叫做自传 只是写死人的 叫做传记 然后 然后个人的生平回顾 就很耐人尋味 凯特现在才40岁 要什么要回顾呢 正正在年轻力壮的时候 这个年纪去立自传 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呢 除了能够卖钱之外 还有什么事可以写下去 他真的不明白 英国王室算是 玩到尽了 不知道他的公关是怎样做事的 原来 英女王死了之后 以后 英国公民就很多支持 这个 王室已经消失了 但因为威廉他特许经营 做过未来 那个形象 就没有发烤起来 即威廉也没有去 阿嫲那样 这么受欢迎 你看到一些相片 OK 这个就说了 他尝试好像英女王那样 他在群众那里 但是这个阿嫲好像有点害羞 他穿了一件绿色的 类似颈巾的东西 他笑得很害羞 如同好像见到Kate 年轻的时候 好像丹拖约会那样 但是两个阿伯不是太迷仗 看见他 混我女儿 哈哈哈 不是 他可能觉得 是不是这个人 是不是 就是跟阿婆那样 混阿婆 阿婆你也混 如果威廉将你小三 激来激 王妃的 王室就大危机了 最关键就是 她老公 威廉在这个时候 是参加活动的时候 对于凯特的事 总是 很蒙糊 并没有正式回应 最新的表态之中 威廉很谨慎地说到 凯特现在在家康复之中 但是病情就是 凯特的私隐来的 虽然自己是老公 但是都没有办法可以做到什么 搞到威廉的形象都是一落千丈 突然之间 那些人好像觉得他 你好像好没用的 什么都不说 连他老婆 病啊 什么病都不说 当然啦 由好的方面来看的话 就猜到可能是个女儿的 就是Kate的谈判 那个威胁的 不答应也都不出场 不卖仗 毕竟英国已经是 出了一个卡米拉了 再出现多一个小三上位 就是所谓那个 威廉外面的匪民的小三 所以就一点都不给面 好了 由亨利六世开始 英国历史上的王妃的结局 大多数都是因为 争风俠造而被人砍头的 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各种意外离世 不能够善中 只不过是凤无伦国 不知道这个凯特王妃 他最终的结局是怎样的 若知后事如何 请你们订阅你的YouTube频道 Smart Travel 多谢 哈哈哈 OK 好了 大家看到 暂时没有一个 除了卡米拉 卡米拉的命够硬 他就能够坐到王后的位置 另外 这个 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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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根就已经被人知道的气场不好 风水不好 就好像在董建华的时候 不想住一个港督府的 一早感觉到 不好的了 W11 就在美国找吃 但卡米拉救命眼 唯獨靜氣的反而 國之漲亡必有妖孽 卡米拉和梅根都是妖孽 像戴安娜做善事 心日文心 站不住 奸人當道 國之淪亡 多謝 好 明謝各位 多謝今早參與這個直播 明謝AA Ada Ho Aling Amy Go Ann Kuo Billion Man Candy Chan Daisy Jacky Easy Peggy Lam Rose Ruby Berry Sian Cha Susan Chan Sylvia Chan Therese Fung Vinnie Kuo Sab Yi 阿表 多謝各位 現在貼堂時間了 一直看著你們的留言 這邊 這個 Low Maggie 很好 Low Maggie 你知不知道它真的Low了 我希望大家可以幫我重溫播放清單 我看一下 這個 你一出來的時候就看到我 然後你第一時間就找這個播放清單 這樣之後你就看到英國王歷史人物 你可以按歷史人物 歷史人物我有124個 你可以按歷史人物 裡面有很多Akate 英國王室的故事 百多條 你看到 這個百多條 124條 幫我Low了這個 好嗎 現在最熱門是這個 麻煩大家幫幫忙 那些人就知道 好 然後我現在又看看 貼堂的 你看這個Low Maggie 非常好 給他掌聲 多謝 多謝其他朋友 我們現在先看看 因為他Low了看 並且留言 非常好 繼續 等我現在先看你們 對了 現場的朋友 看看現場的朋友 看看現場的朋友 好 阿娘娘你好 阿Ling 哇 現在就是三點了 慘了 Sorry Long time no see Kate身材很漂亮 Kandy Chan說 好 Susan Chan 有什麼想跟我說 記得今晚有Pauline 和我一起做節目 分享影片再分享 多謝阿表 阿Ling Long time no see 阿Ling 你幾好 Packy Lam 多謝你的留言 阿Ling 時差 Ivis Chan 好好媽媽 你今天笑了沒有 十二十二 這麼多蜘蛛 Lori Lori 歡迎阿Lori 阿Lori 阿Lori 曾經應該是打碼來的 是嗎 Lori 好 多謝阿Lori 阿Ling 我其實 阿Ling I still support you 阿Ling Thank you very much by supporting me 還要幫我 Loop些舊片 阿Ling reveal the video in the previous time 是 阿Ling 多謝阿Ling 阿Ling Anytime支持 十二 十二 今天約了哪位姊妹吃飯 十二 阿Ling Long time no see 我們歡迎 用熱烈的掌聲歡迎 阿Ling 好 對 繼續 好 好 看看 阿娘娘 多謝阿娘娘每次打油絲 阿Saya 我有笑 OK 多謝好好媽媽 證明我們這裡是work的 剛才我正在做直播期間 有個男孩 打碼他想做封煙 因為我正在開節目 我叫他 晚點跟他聊天 就約個時間 好嗎 不過今晚應該不行 因為今晚 Pauline 回到來 我們今晚會說一些話題 大家都可能很有興趣聽到 多謝Alice OK Winnie Quoc Thank you thank you HK Wong 那對煤廢花這麼漂亮 我原始花叫美 約了你兒子 你女兒嗎 十二 好 OK 好 是 阿蘇利說 是誰 Somebody Whatsapp me 是 OK Jacky Easy很好 她經常都 但她昨天有一個 她說 在尾裡 覺得很害怕 然後爽 這個我不明白 這個Message 我是聽不明白的 你可以私訊 告訴我 究竟是甚麼事 對了 OK 好 你們有沒有話跟我說 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以跟你們說 拜拜 Ronnie說 期待Pauline出場 千呼萬喚恥出來 對了 好 Susan Chan Mai Jung Wong Thank you so much 對了 怎樣 好了 Sylvia Chang 好久沒見了 我們應該在茶會有機會見面 是嗎 好 就這樣 玫瑰玫瑰 還有Lori 阿Ling說 今晚有Pauline正 Like to hear ghost story 阿靈靈師傅說 Ghost story容易 令到運氣不好 你們 你們體諒一下 不過你們有鬼故可以跟我說 我自己不說 如果你有鬼故的話 有情可貴 多謝小玫瑰 玫瑰玫瑰 我愛你 OK Thank you 好 好了 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你們重溫 好嗎 好 Thank you 我們晚一點再聊 看看我臨出街前 可不可以再做到一條片 好了 記得Loop的播放清單 Thank you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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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